为验证地方政府动员准备与区域内重要基础建设安全防护作为 中部地区101年全民防卫动员万安35号全民防空演习 17日下午实施 彰化县副县长杨仲进驻彰化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听取简报 这次是以警报发放还有战警传递的任务来执行 不做人车的管制以及避难疏散的动作 所以对民众来讲是没有影响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呼吁我们全民要有防空的意识 我们平常做好准备 那真正的有灾来来临的时候 能够生命财产的损失减少到最少 这个业务刚好在署里面是我的业管主办业务 所以我也是来这边取经的 所以特别感谢我们警察局长的忠实 还有副局长一路下来我们陈主任努力的做的演练好多次 那看到我们的简报内容非常的充实 那我们特别感谢感谢 杨副县长表示 今年才警报传递与发放 不实施人员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 反演习地区内的所有部队、机关、学校及全体民众均正常作息 无需配合实施防空疏散演练 但警察局仍非常用心充分准备 希望借由演习强化全民防空意识 于灾害或战争来临时将损失降到最低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华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